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节目 对 混的最惨的就主持人 十几年了还坐这儿 还拿那么多钱 转一圈去 又是一个愿者 惨的是嘉宾主持 我一听你们夸我就害怕 以前文道就干过这事 吹捧我的书全是倒着玩的 这个不是瞎夸 这个下一集 我把照片给大家看 大家看过那个就是 吉比拉登的时候 奥巴马跟那个希拉里 在一个会议事照片 我们扎老师将要出示的照片 有同样的这个效果 今天预告一下 咱们还是说咱们这扎老师这节 就是说 情人节 你觉得在中国过 在美国过哪个好 你说我在哪过 还是说这情人节在哪过 这情人节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你觉得这个气氛上 咱们是不是比美国还热了 现在啊 嗯 这样 呃 至少不差 因为咱们这边爱国节 就什么节 真的 因为你看我在这看到那个圣诞节的装饰吧 就我住的附近 那个有一个世贸天街 他那个圣诞的那个树做的 我就在美国都没看过 用所有的那个叫teddy bear 怎么说呀 小熊 小熊 堆成了一个巨大到顶的一个圣诞树 没错 特别的打眼 他们过去老有些人从文化上讲啊 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礼仪都沦亡了 都过去洋人的这个节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没考虑到俩原因 一个原因呢 中国人是个喜感民族 没错 他什么节咋也无所谓 爱过就过 你弄一个同心恋节 中国人也能过也敢过 对吗 对是 再有一个从经济上的 咱们是一个生意动物 对 能赚钱的华人都不会错过 没错 我们家我就回来 星期五回来 我去买花 家里边附近有个鲜花店 跪出了一倍不止 就因为 都订不过来 就因为情人节 就订所有的大素的玫瑰 我一看 就那花店里边满地全是 捡着叶子 这太热闹了 而且就今天我才发现 我今天从机场直接过来 我们摄影师傅 把我拉过来的时候 我们一路上聊天 他还说 这个今天晚上要堵车 我在想 怎么今天晚上堵车 因为情人节 在美国你不会听说 情人节那天晚上要堵车的 中国情人节 中国情人节是会堵车的 都出去示众 但是这个情人节意义 这个有所不同 跟中美都有关系 我觉得情人节最缺的 自然是情人了 对吧 现在大众情人出来了 你知道吗 中国这个媒体 我觉得真是叫什么 他们讲的叫hold不住了 昨天 昨天我在飞机上看报纸 你知道标题是什么 说虽然离情人节还差一天 可是世界已经忍不住都把爱给他 谁呢 林淑豪 是不是 林淑豪 所以说我就差点事 老实讲 我昨天才听说这个名字 你这还是做电视的 我星期五 星期四上飞机 那时候的头版都是他 还在他的星期五那个大赛的前夜 美国的报纸也是 美国报纸都是 体育版至少 头版都是 然后那个到星期五的时候 他当然又那个就近三十八分的那次 那就沸腾了 就完全彻底是一个主流的这种 对 若是三五的上头版 绝对不是光是亚裔的美国人 就是五连 就是五场比赛 平均都拿二十多分 二十分 超过了 场均二十分 场均助攻七回 这是一个NBA有史以来最高纪录 超过了那个乔丹 对 以新人出党 意思是说新人刚上场正选 五场 到现在 四场 你想他说五场 四场正选 就是他们对 原来也有比他牛的那双合 什么叫安东尼什么的 他们就说算这工资 你说这个 他呀 每个月也就是多少 他年薪是八十万美元 五百多万人民币吧 八十万美元 对 他八十万美元 他对里那两个老大 原来那两个老大 一年都一千八百万美元 我就觉得从这个事上 我看出啊 人有一种什么呢 点燃状态 是不是 就是其实有些人呢 他生命中啊 属于他的可能就是那么一段时间 但是不是 林书芳也许千万年啊 但是我是说 你看 最近我看一个电影上拍这个赛马 这是那个斯皮尔伯格的那个 拍的一个 The Warhouse 雷霆战居香港翻译啊 边上也有点烂 但拍马拍的好 我就发现啊 有些时候你比如说这这匹马呀 跟另一匹马一起跑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都已经跑到极限了 他老是落后他一个马头 对吧 马是会竞争的 但是呢 这个音乐一起 陡然间你会出现一个异常状态 这个马 风了一样 一下子超过去了 这个林书豪 就有点这么个 其实篮球上面 NBA上面过去 现在有很大的争论 关于林书豪 就是他到底是哪一种状态 因为你刚刚讲那种状态呢 NBA球员常在讲 Hot Stretch Hot Stretch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一个很普通的球员 他不晓得为什么 就在一个月 一个礼拜内 他爆发 对 有四五场打得非常好 但很快又回复 原来那个拥入的正常状态 是是是 那么林书豪现在 关于他的一个很大的争论 就是他到底是处在一个 很异常的Hot Stretch 对我也是觉得 还是说他真的是很好 那么这是一直围绕他的争论 但是过去打这五场下来 你观察他的动作 你观察他 因为他们打那个猜挡战术 Pick and Roll 你观察他做的 那个很迅速的决定 Pick and Roll 你要那个point guard 那个空位 你的决定要很明智 要很快 那一秒内的决定 你会觉得这个人 他不像是Hot Stretch 他应该是就是这么好 所以被他们打败的 那个胡人 Kobe Bryant Kobe Kobe 后来接受访问 就说到他 就说这个人 他应该是一开始 就有这样的技术 只不过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没发现 所以我觉得这回 我关于他的故事 其实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不要再谈 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哪 就他的成功 说明的是 大家一向信赖 一向觉得很好的 美国的体育制度的失败 有这么严重 你想想看 他这个年轻人 他过去的经历 他高中的时候 在加州打球 已经入选 加州最佳球员之一 那为什么那时候 他去大学 那些名牌的体育大学 不给他奖学金 然后到他打哈佛的时候 他把哈佛队 那时候带上 他们队史上 其中最好的成绩之一 但是也没有得到 特别多的机会 到他出来 NBA选秀的时候 那当然以前有些人选秀 是大家走漏眼的 像John Stafford 那些都走漏过眼 但是没有走漏到这个程度 是选都选不中 你以前是选中排名几十 他现在选都选不中 然后他又去了两个职业球队 两个职业球队 就把他炒鱿鱼 很快 最后到了 对到了这个New York Knicks 长河都回清了 对到这个New York Knicks 他那天是差点要炒 前两天爆发 那问题就来了 怎么可能 就因为NBA是个市场经济 然后之前美国的那个提议 我们那时候跟中国举国体制不一样 他们是各种 透过各种地区比赛选拔人才 为什么他这一辈子 23岁里面 他一直打球打球打球 而且其实打得都不错 那怎么可能中间都把他漏掉 你中间有多少教练 多少球碳 有多少那种专门挖球 发掘球星的那种经济人 他是要赚钱的 你们都在哪呢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因为对中国有利 就是我们就是可以看 但是我们可以 梁教授讲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爆发期 因为我也没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好 Puts it up and backs it in Sensational play for Jeremy Lin Brown wants him Puts up the two pointer Puts it in Jeremy Lin with 31 How about measuring Gasol Jeffries another rebound Lin for three BANG The Jeremy Lin Show continues here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 听说现在美国所有的亚裔女孩都想嫁给豪宅 那有点夸张 那起码都很喜欢她 对 全亚裔都很喜欢她 但就说你刚才喜欢 你还加上女孩的条件 男孩高学历 对哈佛的 哈佛的 而且长得还有个样子 对不对 这些都假如好的 好的DNA 假如女人眼睛就发亮 是吗 对对对对 他这个一来以后就接着闻到刚才话说 现在他们分析就是说 因为他的这个style 就是这个风格 不是那种马上就很抢眼的 所以他们在开始选人的那个短期内 没有看出来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这就是讨论 是不是对亚裔有歧视 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他自己跟这个 一个写体育报道的 一个台湾的记者就交流过 他说我实际上一直是顶着压力 因为美国人里边 你你又能想象体育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雄性的一个森林 对吧 就是说谁个儿了 谁什么这个他说 篮球在美国打篮球 是黑人和白人的事情 嗯 や